Hello 大家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Odell 上次见到大家是大概10月的位置 那次就是考CFB Formative 很快就已经完成了一个Vlog 接下来就考CCT 所以这个一星期的Vlog 大致上就是大家陪我去温书 好厉害 可以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现在在读什么 上次考完CFB Formative 之后 我们就会直接进入Junior Clasship Junior Clasship 在MBBS课程中 是会分了三个Block 分别是ABC Block A就是Medicine Block Block B就是Surgery Block C就是Multidisciplinary 而我就是跟CAB的Rotation去 Block C是一个非常温暖 但有趣的Block 因为里面我们要讨讨11个Discipline 包括Pediatrics 护产科 护产科 OMG Emergency Medicine 类似一些急救的东西 咪摆 就是学一些微生物的东西 然后Campathology 就是读如何分析一个染血报告 然后Ophthalmology 眼科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Clinical Oncology 就是读一些关于 Cancer 病变 然后Diagnostic Radiology 就是看X-ray片 CT MRI 然后Family Medicine 就是家庭医学 最后就有这个psychiatry 就是精神科 所以这样数是有11个Discipline 每一个Discipline 一去到考试 就是不知道要认识多少东西 当然你要认识得多东西 那你去考试就更加prepared 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其实是没可能认识得完所有东西 所以 嗯 是要很有策略性地去认识 我会说 所以事不宴迟 我们当然要认识了 Let's go 那刚刚除了认识了这个Diagnostic Radiology 之外呢 还认识了Pediatrics 那在Junior Crusher 我们暂时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 一个developmental milestone 分为了四个范畴 包括这个growth motor 这个fine motor 然后language 和这个social play 那大致上呢 就是要背好小朋友 或者BB仔 他们起什么年纪 多少个月大 去到可能三岁左右 他们会认识做些什么 那就可以到时 平衡一下 可能每个小朋友 他们的发展 是跟大部分小朋友一样 这样去成长 还是有少少区缓 跟大部分小朋友一样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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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这样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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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闻 温了很久 現在要睡覺了 已經是凌晨的兩點鐘了 然後明天要7點多就起床 因為明天雖然是星期六 但是有四堂的whole class section 我希望你們可以在未來 我剛才提到家庭的工作 也有幾個不同的工作 剛剛就上完這個四個小時的課程 一開始都還可以跟到 但是最後的梁堂已經不太知道去講 因為他都講了一些ECG 然後買了一些cardiomyopathy 就是cardian Brandycardian Mechanisms 因為我已經失敗了 現在就約了去吃飯 剛剛就回到家吃完飯 現在又要開始溫書 那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要溫OMG 那做past paper 還有就要溫飯 之前上課我們有討論過的 一些叫做theme case 咱咱咱咱斷 ช 哈囉 早晉大家 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要溫一個emergency medicine 那就比較像一些first aid的東西 我看他多數是要強調這個ABCDE 當然要知道每一個人要做什麼 要 assess患者的什麼 還有什麼要即時處理的問題 吃飯後,他們就會這樣看著我 用這個可憐的眼神 怎會不讓他們吃呢? 好餵食啊,你們兩個人 第四節 安排 幾秒後 昨天 晚餐 晚餐 紅色 玉金茶 餐長 沒落地 落地 落地 早晨大家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眼睛多了一條 坑起來 應該是在睡覺的時候壓到 今天要上學 早上有一個Family Medicine的課 下午就有一個Clinical Oncology的Bedside 這個就是臨考試前最後最後最後一個school day 也是Block C的最後一個school day 終於都回到家了 上完這個三個小時的Clinical Oncology Bedside 我想說那個老師是真的超級超級好 他教得上完之後覺得自己獲益良多 我們有Tick History 又可以做一些Fiscal Examination 然後就會有些Case Discussion 大概是說一下那個Patient 他這樣Present出來 之後你會做些什麼Investigations 例如X-ray、Ultra Sound、CT Scan、Pet Scan這些 然後很Systematic 一個個Step這樣去 然後去到最後有些什麼Treatment Options Radiotherapy、Chemotherapy 一些Brest Cancer的東西 就會特別一點 有很多Marker 有些Marker Specific的Hormone Therapy 這樣 對啦 所以就是一系列的知識 那現在呢 就打算繼續溫習 那既然今天都上完這個FanMath 和這個Clinical Oncology的Bedside 那我就打算溫習這兩個Discipline 早安 我的樣子有兩個草蜜 還有兩天就考試 那今天要玩的Discipline呢 就是這個Microbiology微生物學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廣泛的Discipline 因為它可以出由year 1 到year 4 學過的東西 我看它喜歡出的都是menangitis, Antiphilitis 這些 Plemonia 都有 不過但是其他都要溫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Bacteria 的名字 它們的不同的drugs 當然有virus as well 對啦 總之就是很多很多東西要溫 我已經坐在這裡溫了很多個小時 中間爹有個吃飯 然後休息完之後又遇上溫習 無論我多累 多晚睡 腦袋不是在轉 也會繼續溫習 不過待會就會約了媽媽在中午吃飯 基本上是我全日的動力 非常嬸 我也想朋友那麼多會 Rubcro 大師傅 我們有很多時間 我們要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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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安排 雖然說什麼 我們要溫習 今天不要拍什么视频给大家看 因为我也是全人落在家里温暑了 那今天温暖了这个 Ophthalmology和Chemical Pathology Ophthalmology是一个 都算是几strightforward的discipline 因为很多时候他会叫你 所以我会认识一下 只要你会知道每个步骤是怎么样 还有你会认识什么 就OK了 但是Camp Path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常常拌乱了 Elatralize 每个presentation都有几十万个DDX 然后背部也不能背 所以我不知道 我现在对Camp Path是很没有信心 不过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所以明天就要主力认识其他的discipline 然后可能去看一些觉得还不太熟的东西 然后星期五就真的要去上阵了 所以我也会在这里选择完结我的vlog 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如果未来都是准备考试的你 希望你也可以努力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